大家好,又是我們GameplayHK GTA在美國獨立日都有DLC 上年我們也為大家介紹過 今年的DLC可以說是十分失望 因為其實所有內容和去年是沒有分別 即是說如果去年各位玩家已經買了所有載具 買了所有衣服 你可以當沒事發生過 可能是Rockstar之壞 因為這些東西沒有改過 所以他就給大家買一個折扣 我打算便宜一點 哄哄大家買沙魚卡 洗多了,洗凸了 不過都給大家看看美國旗塗裝的大腳吧 有兩支旗在臀部 嘩,炒車 嘩 嘩 我覺得這輛車也蠻好玩的 如果去年大家還沒買這些載具 今年就不要錯過了 因為有75支 解放者原本是742014元 現在是556510元 不是包含車褲,要叫出來 雖然便宜了,但都要50多萬 你們有沒有人喜歡 有沒有GTA富豪 土豪會買 數一架機車給大家看看 西部君主 原本是12萬元 現在便宜了給你 狗皮 看到這部機車整個車身都是美國旗塗裝 就想起我們設計的Envifing 手製保護貼 機身保護貼 這些 介紹GTA更新 來個直入式廣告 不好意思 不過如果有興趣 真的可以去我們Envifing 網站買 謝謝支持 雖然說 雖然跟去年的DLC是一樣的 內容 都要展示給大家看看 在三個方面 我們看看 獨立日的套裝 這個我之前已經買了 去年我介紹的時候買 另外愛國者 這個樣子 美國的驕傲 獨立宣言 這副眼鏡看不看到東西 大家覺得 我愛美國 有個心針在胸口 這個我喜歡 今年我轉這個 我愛美國 進來窗戶就是 看看 獨立日 有個煙火霸射器 看看顏色 原本就是有些 美國旗的圖裝 顏色方面就是 後面的配色 就不關美國旗的顏色 什麼事 粉紅 我早上買了 金色調 白金色調 當然要用粉紅 我知道很多朋友 錯過了煙火霸射器 或者 早上都用光了 這次就適合了 這樣 其實真的可以打死人 小心點 完成 肥佬 這些叫做 衛國 先試試 都是美國旗的顏色 大家留意一下 很搞笑 中間的瞄準是手滑的 先射到他的口 抹大口 歪了一點 射到臉上 算了 另外 猜事方面 上年也有介紹一個測試 挺好玩的 勁速 穿過荒野 這個就是用大腳白來玩的 另外一個勁速叫做湖景之旅 這個就是用 美國旗塗裝的機車來玩的 好,今年的美國獨立入DLC就介紹完畢了 不知為何有少少畢 我進來這個猜事 湖景之旅 頂帽變成紳士帽 算了 都是那句,如果去年錯過的朋友 今年就不要錯過了 有折頭買一下機車 大腳白 日期就是7月4日 各位 今集的介紹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 唉唷,撞到 記得按讚支持我們 謝謝,拜拜